吴尼娜 蜜蜜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开始带大家来关心到地震的消息了 花莲地区从22号下午5点开始 地震就不断的发生 其中凌晨更是出现了两次瑞士规模6以上的地震 导致先前已经被列为红丹围楼的统帅大楼 以及中山路亭业中的富凯饭店两栋建筑青岛 那么花莲县政府随即就成立了灾害应变中心 那么县长徐真卫在第一时间也前往现场 那么天亮之后呢也前往市区县刊民宅 以及大楼灾损的情况 那么县政府建设处也会协调外地的重型机具 尽快地将围楼拆除 凌晨两点半左右发生的两起瑞士规模6.0的地震 导致明里路统帅大楼以及中山路富凯饭店两栋建筑青岛 花莲县政府当下随即成立在海应变中心 县长徐真卫第一时间前往现场了解状况 也提醒民众留意后续余震 天亮后徐真卫也前往市区县刊民宅和大楼灾损情形 包括自强路牛排馆后方仓库 更生日报大楼 中正路民宅 统帅大楼等多处毁损建筑地点 而目前因为余震频繁 围楼建物拆除速度必须加快 县补将会协调外地重型机具紧注 机具的能量如果不足的话 因为统帅大楼的部分原先我们就是预定接下来要去拆除 可是因为这个余震这么大导致统帅大楼也倒下来 那所以这部分也会赶快去处理 但是机具的部分可能还要再增加一些 所以现在正在做紧急调度 那调度如果说可以马上来支援的话 那统帅大楼那边就会开始安排采除了 这个规模的话预计大概也是两周左右 从22号下午5点开始大小地震不断 除了市区建物青岛地震也造成山区土石松脱 加上降雨机会增加提醒乡亲尽量不要往山区活动 而地震发生时记得趴下掩护稳住山步骤 并且立即到屋外空旷处务必维护自身安全为有限 我们下期见